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现在我们看最后一份32 修不提 若有人已满无量阿珍奇世界七宝 此用布施 这个用法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对不对 这个用法在金刚天出现六次 这是第六次 阿珍奇是无量术 无术 如果有一个人用足以塞满了无量世界的七宝拿来布施 那就是很多很多的宝藏的意思了 很大很大的布施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发菩提心者 词与词经 乃至四句记等 受词读诵 为人言说 祈福圣彼 这个说法也说了很多遍了 就是词这个经 去受词 去奉行这个经 在你的身中 把你的本心本性让它真正发生 这样的功德远比你用无数的财宝去布施 去救度无数的人的功德还要来的大得多 所以如果按照金刚经的指引 因为他总共讲过六遍 如果我们一直还是认为在世界上积聚最多的金钱 做最多的慈善事业就是世上的第一等的圣人的话 可见我们的之鉴是需要调整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慈善家 不一定是成道者 跟有如来之鉴是完全两回事 跟照建本性也是两回事 这不能够同时来画上等号的 但我们不可厚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慈善家 我们以这样子来看就可以了 云河为人眼说 不取一项 如如不动 我们看这句话 他说不取一项 如如不动 我们看路到药门论理念 学生问 如如者云河 到底什么是如如 师父答 如如是不动意 就是一如其本来 如到了究竟了 如到了底了 如之在如 叫做如如 就是不动再不动 就是永远不动的意思 心真如故 心真就是如了 就是不动 心真就是不动 不动什么 不动于挂爱 不动于妄想 不动于贪嗔痴爱 不生一点攀附就是心真 过去诸佛行此行亦得成道 现在诸佛行此行亦得成道 未来佛行此行亦得成道 三世所修 正道无意 故名如如意 所以如如把它叠成两个字 叠成三个字 别人四个字当然都行 不过取其经要 以如如两个字来代表 就是现在佛也是如成佛的 过去佛也是如成佛的 后来佛也是如成佛的 所以称为如如 这是讲不动之意 成佛来自于如如不动 而如如不动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不取于相 叫他说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对不对 如如不动就是来自于不取于相 故知不动并非肢体或心意的不动 不是控制你的心让他不动 不是控制你的想法让他不想 不是控制行动让他不走 让他坐着 让他站着 不是在这里 而是不论能内外多么动荡 于观照自性本体的时候 依然只看到他的情真不攀附一物 其中不挂爱一项 只是如此 叫做如如不动 那个孟子说 颠沛必于是 那个是就是真相 在颠沛的气血中 只看到真相 造次必于是 紊乱的气血中 也是只看到真相 在看东路都要门论 外道者乐于诸见 恶圣者乐于无见 菩萨者于诸见而不动 这就是所谓的如如不动 外道一般的人 一般的凡夫众生 乐于诸见 看到这个高兴 看到这个爱上 看到这个喜欢 看到那个讨厌 这是一般的外道 没有修行的人就是了 而开始修行的人 就是读到了经 这里要空 那里要无 有没有 这里要没有生灭 就是恶圣者 还没有了解经义 还没有把经文 跟本性连结 所以乐于无见 就是无我人众生受者见 然后明天又开始冲突 我看到他到底算不算 有我人众生受者见 然后我想到我 待会我要去坐公车 我想到一个我 我是不是已经有了 我人众生受者见 然后你就听到 这样奇怪的说法 就是你不知道有他 不知道有我 而你竟然走上公车 然后听起来意境颇生 可是有没有用处啊 毫无用处 这就是恶圣者 乐于无见 玩空之说 菩萨呢 与猪见不动 在各种的应用之间 各种感受里面 就是硬是贪生吃爱 贪扑不上气血 叫做与猪见不动 所以不动是在像中 了无分别 了无挂碍 不是身体不动 不是心念不动 都不是 不是让本性处在一个 你喜欢的样子 处在一个安静的样子 也都不对 在所有的猪相里面 而不动 猪见里面 而不动 所以这边讲 特别来解释 什么叫如如不动 而六主怎么说呢 无分别心 无所得心 无胜负心 无希望心 无生灭心 叫做如如不动 当然他这个心 还可以写很多很多 无什么心 无什么心 还可以继续写 写一千个一万个 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这样子写呢 是不是叫你一个人 成为枯木死灰 什么都不要想 也不要计划明天的事情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 反观你的内在的 法身的清真 能量生命之流的清真 上面毕竟从来不挂一物 所以你写一万个 也判不在上面 当然我们的作为 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想法 却是无尽的活泼 这叫做如如不动 这个说法 是于观照黄庭新元时 只见清真起伏 而不见其其余 并不是脑袋不动 并不是身体不动 都不对 何以故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鹿亦如电 映坐如士官 这是不是金刚经里面 很有名很有名的 一首寄语 大家都听金刚经 要期盼最后一首寄语 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看 他在说什么 说一切有违法 像梦幻泡影 像电 像鹿一样的短暂 梦幻泡影 跟鹿跟电 都是短暂 它虽然存在 但是都很短暂 它并不是不存在 那我们看南华经里面 怎么谈有违法 他说性之动 为之违 性不动 就叫做无违 性被你一动 就叫做有违 那你要听清楚这个重点 性不被你动 他重难动 是他自己动 就叫做无违 顺着他的性 就是无违 性动了 什么动 是你让他动 叫做动 是你让他静 也叫做动 有一只狗啊 身心活泼 静力十足 到处碰到处跳 然后呢 你用这边绑一条绳子 那边绑一条绳子 把他板死了 不动了 各位他是不动了吗 不是 这叫动 这叫动 这是动了狗的性 这样了解吗 这叫为 这不叫无违哦 狗就是这样嘛 他就是能量充沛 他就是这样叫 他就是这样跳嘛 顺着他的性 看着他的原样 这就叫做如如不动 叫做无违 你只是关照他的亲身本性 所以性是什么 你得先了解 我刚刚是不是讲过 反观绝照的人 读经典的人 修行的人 有三个困难 第一个你不了解你的法身 第二个你不了解你的本性 第三个你搞不清楚 什么是本性 对吧 你只是这三题 你没有解开 所以你看所有的经典 都一头雾水 这一题接不上那一题 这一句接不上那一句 是不是这样 问题只在这里 所以这边讲说 性之动 位之为 你还是一头雾水 因为你还是没有搞清楚 什么是性 他是如何的动 那或者是你会想说 难道我要让他不动 不是这样 是他该动的时候 他会动 例如跑完步 他就动嘛 你往内观照 到处都在动嘛 对不对 例如你休息了一阵子之后 他就自己会进 休息了一阵子 他自己会进 你一定要把他再提起 或者跑步正苍旺的时候 你深呼吸 深呼吸 压压压压 让他平息 这是所谓动 因为他的发生 并不出于自然 所以顺性之动 顺性之静 他动也顺性 静也顺性 一切本性 动静 为本于自然 就称为无为 这就不堕入于有为法 一切图纳导印 这些有为法 那我们先谈一下有为 了解有为就了解无为 了解无为就了解有为 有为就是错误的 这边讲说 一切的有为法是错误的 那无为法是真正的 那这边讲什么是有为 凡一切对于自我本性 使用人为经营 造作 压抑 助长 改造 忽视 或者是所有的外求 企图以外求 要来显现你的本性 等等的法 想要寻求你的本性 皆因失去本性的自主 而离性越来越远 你不相信本性自主 你如果相信本性自主 你不需要外求 你不相信本性是无所不能 是最高最妙的 它是秉授于上昌造你的时候 一切机密 你不相信 所以你必须吐纳 你必须导引 你必须想象 你必须观照 对不对 你想象一个什么光进来了 想象一个佛在你的身中 想象能量在哪里转 我还碰过这样的学生 观照哪一个窍 先转正八字 转正八字 转累了 就转反八字 八字转累了 转圆圈 一直转 然后说转到最后真的有感应 里面真的有感应 气了 怎么样变化 怎么样变化 当然有感应 那个是叫做有为法的反应 不是走路本性的反应 你相信你的脑袋已经胜过上昌了 你相信你控制的路线是胜过你的本性 所以你才会去走这条路 如果你知道人类所知的非常有限 而无尽的奥妙就蕴藏在你的本性之中 你就会放弃这条有为的路线 例如 以为性在敲打恋诵的 以为性在吐纳导引的 以为你的性是在玄奇法术的 以为你的性是在不识或不念的 以为你的性是在具足所有的行住坐卧的等等的像的 或以为你的性是存在于圆满诸行的 木画十方的 台湾走两圈走三圈的 以为你的性在于攻满世界的 所以三圈世界七宝不失的这种努力的 以为性在修一切善法的 以为你的性在摄取能量的 有没有 早晨对了太阳想像光跑进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想像黑黑的气出去 有没有 然后看到好的地理就在那边猛吸气 我常常碰到到我们钟领山就一堆人在那边吸气 你不相信你的本性是具足的 所以你会一直重复这件事情 欢迎吸那是吸不完的 但是问题是怎么样 这一课精神饱足 下一课呢 他还是一样雕尾 他内在没有走向很经纬的造化 你一直在累积粗糙的造化 你一直不了解什么是经纬的造化 以为性是在某一宗某一派的 死守的 以为性是在某一个师父的身上的 在哪一个什么三圣的身上的 在他什么样大手一挥大笔一挥把我抄把的 以为性是在某一个行的 以为性呢是在断灭诸行的 此皆性外照作之求 叫做一切有违法 是有违的 都是靠你的 情绪起来了 转移转移想象想象 到底有违还无违啊 你要先得会分辨这些嘛 而现在要让它消灭 是源自于本性的办法 本来的清静 还是你又另外想了一个办法呢 以火救火 以水救水的 你要先得要把这个知见先弄清楚 我们看谭春录 或问 人之修行 有成为轮回种子者 有成为金刚法身者 其用功必有分别 各位会这样问 聪不聪明 是聪明人才会这样问 不聪明的人就说 谁言 看你跟菩萨有言 还是跟金刚有言 会这样问的是聪明人 因为岂有他在 只在动静兼耳 没有别的 就在动静 什么是动静 凡一切有为之为 有法之法 有义之义 有心之心 有神之神 有气之气 皆属不动 我问我的音 那图 那导引是有意之意 我用想象一个什么情境 来破这一个 我现在的烦恼挂爱 有心之心 有意之意 一动的时候 就跟太极弃天相合 太极弃天 乃半阴半阳之天 阳生则因死 阴生则阳死 所以你看过那个太极图吗 有没有 两条鱼 一条黑的一条白的 一直转啊 一直转啊 生生死死 轮回不停 这轮回不停 造阴影哪里呢 就是动 你用你的意 动了你的气 动了你的性 造作了你的性 这叫做多禄有为法 不知一切有为法 实乃生死轮回之阴 众有效应 终所短暂 所以说如梦 如幻 如炮 如影 有没有 梦醒了就没了吗 有了 正在梦的时候 他也很具体 醒了就没了吗 幻也是一样 一个幻影 一个想象 炮 水炮 那个太阳一出来 就破了啊 影也是一样啊 进入了黑暗 影就不见了 像路 像电都是一样 都是短暂 所以呢 智者既然要努力 我就是要一个长远的成果 所以呢 智者不取这个有为法 为什么我们花了20年的时间读书 因为我希望 我的后半生是 可以得到很安逸的 对吧 一定是这样嘛 可是各位你算了一下 你用了几年在求学 在累积知识 然后还常常被打手心 然后还教课也不行 返回家没读书都不行 然后常常被骂 常常被打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的 这样混了20年哦 然后一出来的时候 25、6岁、27、8岁了嘛 对不对 接下来的岁月都已经安逸了嘛 还没有哦 还要再用20年赚钱 希望再用20年赚钱 图得什么 晚年的安逸 大家希望图得那个连花生都咬不动的时候的安逸啊 我们已经用掉40年了 我们这集动荡中过了40年 我们要的是一个很短暂的安逸 可是为了这么样小的代价 我们用了多少岁月啊 40年 你想说多久啊 不一定有20年了 因为不是每个人活到60岁 这样子付出跟这个享受不成比例的事 我们都干尽了 可是呢 它有值得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对社会有价值 它对我们人生还是有价值 但是我只想说 投资跟报酬呢 实在是很短暂 圣贤不干这事啊 圣贤要真正努力的时候啊 他的投资报酬效益是放到非常非常远 跟非常非常大的 千秋万载的 他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 虽然一开始他在作为的时候 我们认为是这个人可能是疯了 但是他眼睛放得非常非常宽 而且非常非常远的 他做的事情不是如梦幻泡影 不做这么短暂浅见的 如果你所做的事情 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忍辱 不断的布施 然后你不断的经营咬牙忍耐 含着泪水 然后就是为了改变下半辈子的命运 那这个投资报酬率是有的 但是如果同样的努力 可以有更好的方向 然后甚至于百倍千万亿倍的代价的话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啊 可以试试看啊 那些古代的大人物圣贤 就是懂得把同样的付出 放在收获最大的地方 他因为获得最大的好处 所以他希望众生也获得好处 所以不断的讲经说法 不然个人有个人的选择 说你喜欢那么长远的投资报酬 我就喜欢这么一定点投资报酬怎么样 当然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已经有这样收获的人于心不忍 就好像我们在社会上 掌握了一个很短的努力 就可以让你很安逸很久的 很平安 很喜乐很久的职业 你只要去职业训练所半年 你就可以享受一个很好的契机的生意 跟职业 那我也会鼓励很多人去啊 是不是这样 基于这种都市情怀 而有了这些三教或五教的经典的发生 而他们的发生 不希望我们只寄望在梦幻泡影的成就上面 不希望我们走路有围法的上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